MING PAO TORONTO 我們今天在這個位置非常舒服 因為曬著太陽 看著海邊的沙灘 吹著海風 整個這套的傢俬都是屋式的 包上這些櫃 做法 電視櫃和茶几 這邊就去望海了 這個方向就去望海了 我們現在在這一座 就是整個維廣灣 第一排 第一座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n 今天我們又來到這個 Sanning Town 維廣灣 我們今天在這個位置非常舒服 因為曬著太陽 看著海邊的沙灘 吹著海風 OK 今天太陽有點勁 今天太陽有點勁 到三十幾度 我說 前兩天一下雨 今天突然出太陽 我有點 有點 不習慣 OK 我們先說回 今天要看的一套是 無對海景的三房 101個方 三房兩次的單位 價錢呢 就是 價錢也非常高 其實 全屋 歐西 那是傢俱 沒錯 我們朋友 如果要來到這個 回廣灣 就要搭經橋巴士 我們先看 怎樣搭車 就要搭車 這裡有個京橋巴士 看不看得清 有點背光 看 我們在年頭好玩 可以買到飛 然後下面呢 有個京橋的那個 巴士的潮車 那邊都可以買票 下面 這裡 潮車都有 可以買得到 然後呢 全程呢 就是 一個小時 多兩個字 然後呢 二十二元的票價 可以來到這個 維港灣 就是我們五旗這裡 直接在這裏下車的了 你如果 搭車回去關海 都可以在這裏 這個位置搭車 非常方便 我們今天介紹的 這套就是七座 就是這一座了 就是那個 招手中心上面的那一座 沒錯 這座 是面向我們無地海景的一個單位 潮住大海 看著海的了 一百零一個方三房 位置呢 做了封窗 還有呢 帶上全屋的歐式家具 家電那些東西 就是品牌的家電了 它都沒有點住過的了 190買回來 二零零宿樓 可能住都不到 十次左右 它燃氣都沒有點用 OK 整個這個沙灘呢 都非常之舒服 如果你 住在這邊呢 下樓就是沙灘了 那邊呢 我們去有一條 綠道 就是我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一路走過去 連著這條綠道一路走 可以走到我們那邊的一些 核震都寶灣 和熔倉 加住那邊 這一條的海景是最美的了 旁邊那個在這裡建的 就是維港半島 那邊現在賣的新房 都圍到 一萬一到一萬四之間 都是樓花來的 你要買的話 就要等時間了 交流時間 那可以介紹一下 長沙灣 長沙灣呢 就在我們 維港灣旁邊了 它都是圖牌的 一寸海景的 它現在賣的單位 那些單房的 就要去到 四十五萬 四十六萬左右 看樓層 有些高樓層的可能 要去到 差不多五十萬左右 沒錯 然後那些六十五方的兩房 總計要去到 一百二十萬 到一百三十萬 差不多兩萬 差不多兩萬一方 其實來說 這個位置 跟我們一會兒去看的 七座 那個一百零一方的位置 是一樣的 一個樓中間 隔著一個馬路 和一個園區 是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這個單位 都非常有信价比 如果你在長沙灣 拿著一個兩房 你不如考慮一下 這個三房 價錢都是一樣 中間是一樣 更便宜 還有所有的 傢俬加電 OK 那我們就 講了這麼多 我們現在先看 單位是甚麼情況 先上去園區 跟大家介紹一下 Hello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維港灣的歐院裡面 整個維港灣我們看到 都非常之大 我們沿著一個三體一至一直 起上去的 如果我們有些朋友 粉絲 看回我們之前的一些片 應該知道 這個歐院現在埋著新樓盤 新房就在三十八軸那邊 在上面 我們現在今天要介紹一套單位 就是七座 就是第一排 落了樓就是沙灘的了 就是最前排的一個單位 一百零一個方格三房 三房兩次的單位 非常之正的 無地海景 我們看回這個 歐院的園區 整個園區都做得非常之大 包括這些 一些律塊 以及這些公共區域 有那些羽毛球場 以及一些可以休閒的地方 最後一方面 整個歐院 出座的大門口 就可以買到很多東西 因為我們這個位置 出到大門口 走幾步路都到 不用自己買回電瓶車 開電瓶車了 因為你下了沙灘 都非常方便 我們之前有些樓座 買在上面的 就要自己買回電瓶車 開上去 這一座七座就不用了 非常之方便 OK 我們上去看看單位 先介紹單位給大家 先走向前面大堂 走一下吧 我們沿住大堂也可以 是吧 因為這個大堂 我覺得都值得介紹一下 整個這個 屋苑來說 比較深的 前線都是 所以19年 2009樓 19年買的 2009樓 我們要 先開開門 先開開門 你好 幫我開門 OK 那我們先 看看大堂 整個大堂 每天都來 都非常之 整個 非常之高 哇 這裡是 六米幾 七米的高度 應該有 對 大堂得非常之正 這邊呢 是 好像 整個 整個 這裡是 兩泥 然後 整個 這個單位 有 五火 兩泥 五火 我們先上去 一陣上店 沒有菜 我們待會見 就算 秋風吹過 北風吹過 情依暖 讓我真心 架子 有一日如願 共你牽手 只要一起 走向遠 未怕這境適 自信間流轉 就算 秋風吹過 北風吹過 情依暖 突變千山之願 你想見 共你相親相愛 方似 痛也是甜 懷疼心中 可以半點 雪上 眉眼 同風與棋子插肩 再經過幾堂變遷 哭笑與你已萬千 成長 晚風去遺免 能何聲哄太遠 從不怕風雨好酸 也相信跟你愛戀 某日帶著承諾堆現 無奈 轉身中難免 仍然可得到冠冕 多少仰慕在身邊 就覺得一生都太短 煙兩花火擦爛 看不厭 如童話中可遇見 就算 秋風吹過 北風吹過 情依暖 讓我真心解釋 有一如願 共你牽手 只要一起走向遠 未怕這境適 自信間流轉 就算 秋風吹過 北風吹過 情依暖 突變千山之願 你相見 共你相趁相愛 風似同一是甜 懷盼心中 可以半點雪上 美嚴 Hello 我現在來到單位的門口 好了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墓地向境的三房 先來看看 這個門 交流 那裡有一個交流標準 不少光的 然後 鎖就是 指紋密碼鎖匙 三階一個門鎖 OK 又到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業主 這一塊是做了鞋 有些業主的私隱物 在這裡 有些拖鞋 很多拖鞋 OK 我們一打開這個 就整個 阿廳 餐廳 連露台 那一塊都看出來 非常漂亮 我們先不說那邊 我們先說近一點的地方 就是廚房 一天到來 這個廚房就非常之大 這一塊是一個 U型的廚房 包括這個位置 是有個名窗的 這個窗呢 它都 通風吹光 完全沒有問題的了 整個單位 業主都 買回來之後 都沒有來 店鎖過 它的銀器 用了三個方左右 19年買回來 到現在用了三個方 所以這個業主 不是經常過來的 我問這邊的 爐頭 和抽煙鏈機 我問這些 這個 這個是死碗機嗎 猛河 用來玩機 或者是燒到貴 燒到貴 還有這個大雪櫃 這個雪櫃是 又不知道什麼牌子 用什麼牌子來的 沒有見過 你也不知道 這個雪櫃是雙開門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玩 這裡 很大 全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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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雪櫃都在這裡 裡面 還有 刀子都用不太慢 厲害 這個雪櫃真是厲害 很臭力 OK 很大的雪櫃 完全都OK 夠用 我們再進來看看 我們這個單位 那些燈全部都是這些 複控的 複控的一個 燈控 整個單位是智鈴的 你可以 遙控控的 你的手機 你手機 拿了東西 可以 提前開那些空調 燈都可以 進來 這個位置 是餐 餐廳這個位置 你擺了 餐桌 然後擺了露裝椅 這裡可以坐到 六到八個人都可以 你如果買長一點的餐桌 可以多坐幾個人 整個這一套的傢俬 都是那些屋式的 這些 幫買這些櫃 沙發 便室櫃 還有茶櫃 全部都是 這個二主 都是 最新的品質有要求 還有這些燈全部換了 可以換的 OK 那我們再提醒 那個休息區 先回來說 這個客廳這個位置 OK 這個單位是三房兩次的 我們先看看第一個廁所 整個這個廁所 空間都非常之大 包括這個 洗手盆 坐廁 還有兩間那邊 整個這個洗手盆 非常之大 在這裏 撐牙死臉 完全OK的 坐廁 這個位置 都夠用 然後進來這個 第二間這邊 完全OK的 剛十分離 整個空間 還有一個名窗 風風採光都沒有問題 整個這個 有錢 這些東西 哇 全真相像 嗯 之後再看看第二間房 這個房子 就是 露台改的 我們看到 這個是一塊 整一塊都是 採光面 這邊就是看著 旁邊的單位 這邊就去看海了 這個方向就去看海了 這個方向就去看海了 好 然後再看看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 進來 這裡是可以 通過露台那裏的 整個景 都是非常之美 看著海景 看著海景 然後這個位置 放了一個 尾的長 長頭櫃 還有衣櫃 跟我們剛才看過 第一間房的 那些東西 放得差不多 這邊都是 全身的O式的衣櫃 都是有些自然機的 私人物品 在裏面 空調 隔壁的 都做了 瘡簾 整個單位 就是 舒服 我們 待會先看路台 和客廳那裏 我們先看看主要房 主要房 進來 裡面是有個廁所的 這個是兩個廁所的單位 我們看看 這個廁所進來 洗水盆率 和第一個比 就少了很多 因為是主要房 就自己用 包括這些 擦牙、死臉 完全夠用 多一次 和浪漁間 浪漁間都是做 港湿分離的 OK 這個港湿分離 是 OK 一個人在這裏洗澡 前座位 有個名車 其實這個位置 你可以做回 一個小小的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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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的 嗯 進來這邊 它其實放了 這個應該是 M5的牆 M5 其實這裏放M8的牆 都可以 放個M8的牆 都可以 然後在這個地方 做那些衣� 它現在是做了一個 都是買到那些 歐式的衣� 這個主要房 都有的 這裏放到 那個 長途櫃和 塑裝台 那個長途櫃應該 放在這邊 但是那邊好像沒有 那些 那些 擦座 那些電製擦座 所以那裏 放在這邊 這邊有個塑裝台 這個位置還有一個 很貴了 這個主要房 都有的 然後這裏放到 長途櫃和 塑裝台 那個長途櫃應該 放在這邊 但是那邊好像沒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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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電製塑座 所以那裏 放在這邊 這邊有個塑裝台 這個位置還有一個飄窗 哇這個飄窗就很 正粗了 你可以時不時在這裏 坐一下 看一下景 很舒服 睡醒就可以看海了 這個單位 真的是 睡著都可以看 睡著都可以看 睡醒就直接看 看海 你睡著都可以看得到 你閉上眼都看不到 是不是 就是說你可以 還沒睡著的時候 是看著海 啊 要想像 因為你 大腦有記憶的時候 你就是 就是 是 可能會做夢 都可以看見海的 你說得對 OK 我講不過 OK 那我們看回電梯了 先說回開間 這個開間 應該是比較 比較大一點 好像 差不多 3米8 3米8 左右 開間 整個這個地方 它放了一個沙發 一個沙發 一個茶几 還有電視櫃 還有電視 整個這個位置 沙發 應該是 四了一點 我也覺得 買長一點 買大一點 坐多幾個 可以的 然後坐在這裡 看回電視 是 完全不夠的 這個 是舒服一點 還有 還有 那些冷氣 還有 還有 這些 基本上 都做好了 我們 最主要 到這邊 看回露台 整個露台 就比較長 長度比較長 然後 闊度差不多 兩米左右 差不多 差不多 有六米幾 應該有 差不多 跟六米一樣 然後 整個露台 都做了封窗 做了封窗 還有 還有瓷磚 這個就是 耳主自己做的了 瓷磚和封窗 全部都是耳主自己做的 耳主 高防之後 自己可以加回所有的 全部都貼在瓷磚 然後這個位置 可以 十二米會放在這裡 那些水道不透 還有 這些 下水道那些 全部都有的了 十二米會放在這裡 然後 都幫你做 那些 那些 電動的 正動的 兩衣架 正動的 兩衣架 整個 整個 看起來很厲害 就 厲害了 你平常時 可以在這個位置 放回一張桌 放回那些 長一點的 那些 可以在這裡 坐在這裡 看頸的那些 那些 冷揚燈 坐在這裡看 整個海都看得到 是否 這個業主 就很死本 這次是沒有風窗 單單這個風窗 可能都要多少錢 這個風窗 這個風窗 要多少錢 這個平方 起碼都要三四百萬 這個平方 這個位置 都是有三百萬 你如果 封了窗 加上 尺磚 都是要 一萬萬 一兩萬萬 才搞定這個風窗 一萬幾 兩萬萬 一萬幾 差不多 我們先看看廚房 這個是潮 西蘭的 西蘭 不過是西蘭的 有很多人說 西斜 其實西斜是旁邊有一棟 有一棟 那棟樓 旁邊的一個就是 那棟好 可以擋住西斜的太陽 我們現在下午 下午三點鐘 是 有少許 有少許 日圖 照到露台 整個露台 整個露台 是比較熱的 但是裏面 就沒有影響了 他招不到 入面去 房間裏面去 還有客廳 整個這裏 到了下午三點鐘左右 旁邊這裏就擋了太陽 不用擔心 另一個 我們這個單位 現在是101個房 二主買的是115萬 旁邊的露台 就是我們之前有影響過的 長沙環 長沙環花園 那邊呢 現在買的那些 一線外景的兩房 以為到 一米二三 總價是 一百二十幾萬到 一百三十幾萬 六十幾平方 六十五平方 一米二左右 一米二到一米三 六十五平方是一百二十萬 兩萬元一個方 阿能哥 是啊 你記住的話 為何要去一米二 真的兩萬元一米 然後呢 我們現在在這裏 就是整個維港灣 第一排 第一座 這裏下樓去沙灘 就和長沙灣一樣 下樓去沙灘的位置 位置是一樣的 還有呢 你去到 下面坐的 那個 那個 金橋巴士 和坐村巴 都非常方便 整個這個單位 是 的位置是最正的 再一方面呢 你不用爬山 這個 第一排在這裏 所以整個這個單位 就非常舒服 方便 真的 有很多粉絲 就是 好像很多粉絲 看過維港灣的時候 好像 有些粉絲 接受不到 現在要爬山的那個單位 就可以買回這個單位 看回這個單位 同時 如果你看過那個 重沙灣的情況下 你是想買大一點的面積 那這個單位 是非常非常適合這個粉絲的了 這陣子就是 那個維港半島 都有些 那些 一百零一方的山房 在那裏 那邊呢 都要去到 二百三萬左右 回到一五萬五 到一萬四 就是維港半島 是嗎 是維港半島 隔離那個 那邊 沙灘更加遠一點 但是那邊 就是來沙灘更遠一點 再一方面 那個 樓座 就是要爬山 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樓座 第一方面 你帶上全部的家具家電 你買過的新樓 全部家具家電 全部都帶上 現在所有的 好像家具家電 全部都是隔離的 所有都是平平的家具家電 而且這個家具都是勾式的 都不加色 都不飛的 是的 所有燈都幫你互賣 然後這裏做門為封窗 幫你做完 請客人 這個單位 什麼都不用整理了 你直接買回來 過完戶就直接回來煮了 全部都幫你配齊了 整好了 非常方便 整個單位一望一望一望 非常舒服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單位 如果我們粉絲覺得這個單位 都非常好 想過來看 就可以直接 通過我們視頻上的原碼 加我們WeShare 或者Whatshare都可以 好像忘記說說 稅費問題 這個單位應該 買回來 價錢非常高 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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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萬元 1萬元 1萬元 1萬元左右 1萬元左右 民意這可能是可不要 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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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萬元元 1萬元元 平工額ilde 80万左右,你预计到1万2左右的税 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问题了 基本上楼价是115万,然后税金差不多是1万2到1万5之间 差不多那么多,预计好那么多钱 然后加上其他中介费的东西,总共在118万左右完成了 整个单位就更加情况了 如果我们粉丝想过来看,通过我们视频上的WhatsApp 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去关口户大家过来测试车送看楼 这次介绍这个就是维港湾的一个一线无对海景图牌的 一图非常之美的一个三房,三房两次的单位 我们有些粉丝是想要三房两次的,这样的单位是非常之核实的 还有都是一线海景的,另外你如果是想这些单位做那些 日租出租这个都非常之好出租的了 但是有些粉丝朋友可能不买回来这些单位比较喜欢 就不想放出去给其他人住 都可以考虑买回来自己是不是过来租 好像这样的中收,租给人家住好像都是 挺放心的 都是要自己享受一下才行的 其实这个业主买回来19年买的 整个单位到现在差不多回到有五年左右 年纪保养得都非常之好 其实到楼之后 场面什么都可以的 这个欧院整个维港欧院 图牌的出租这些一线无对海景图牌 真的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的粉丝朋友如果想考虑这些单位 都可以考虑的 如果价钱有什么东西 我们都会帮你同意着谈谈的 OK 跟着介绍的就到这里了 我们不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见到我们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拜拜 拜拜